嗨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玩的是航海網模擬器啦 本次 是的 雪兔來到的二海 原因是什麼 就因為在上一集呢 雪兔抽到了這一個 我們的可愛的天使種族 你的天使翅膀怎麼這麼大 我的這麼小啊 唉 我有進化過啊 唉 可惜 今天因為只有我跟殭屍豬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天使呢 最多只能到V3啦 V4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 現在這個時間點 雪兔如果不現在 趕快把我們的天使這個種族呢 給他V3上去的話 我現在PVP真的是有點弱勢 因為我連T的種族招式呢 都開不了 沒辦法用Y來去做覺醒突破 就已經讓我覺得夠難受了 別人都用什麼 天空飛啊 減傷啊 或者是人家緩速啊 抑或是跑得很快啊 我呢 什麼東西都用不了 你看 下面的欄位如此之乾淨 只有1234 5跟6呢 那本次的目標呢 就是把我們的天使種族 給他強化到V3 然後來試用看看 如果喜歡這個航海王模擬器的話 給各位5秒鐘的時間在下方 幫我按個喜歡 訂閱雪兔 讓我們能在新年前 看能不能突破7萬訂閱啦 我們這一次如果突破到7萬訂閱的話 就來抽個果實 永果 或者是一些道具好了 你們覺得好不好 當作過年禮吧 廢話不多說 咱們準備來覺醒吧 首先 我已經忘了所有覺醒的流程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多拉 多拉殭屍豬 是要找什麼東西對不對 對啊 找花 最後的東西是不是 在上面的一個很奇怪的位置啊 這三朵花嗎 在這裡 三朵花啊 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有兩朵啊 不一定欸 雖然都是固定重生點 那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是要去跟誰接任務嗎 我有點小小的 喔 他喔 你好密斯 1號 他說 要帶三個不同的花 好 現在只能找紅色的花 因為 另外一個藍色的花要在晚上才能找 紅色 那還有一個咧 兩個在白天一個晚上嗎 另外一個就是 你隨便打一個NPC 他就有機會掉 BOSS還是小怪 就小怪啊 BOSS也有 那我去找 紅花 我先找人 我要綜麗鬼賬 有了 打掉了 然後他有掉什麼東西嗎 有到 隱石塊吧 對對對 啊 我還以為有 還以為是掉那個花朵 沒有武器 有花朵也好 結果是隱石塊 出了 花朵會在下方欄位啦 就跟聖杯一樣的概念嗎 沒錯 找到了 第一朵 紅色的花 出來了 來吧 三條 OK 沒東西 嗯 好 他出身的位置也太刁鑽了吧 沒錯 有夠麻煩你 欸 門口進來啊 門 門 門 我看到 然後你先把我爬上來 啊 啊 開個洞 這什麼考慮眼力 哦 那裡 通常會建議開快速模式啦 快速模式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會把所有的材質給平面化 欸 我一二三都拿到了 那我會去教任務啊 OK 我們要抽三 你好 我有三朵花了 付他錢 五十萬 OK 現在算是V2了嗎 V2了 他會有一點點的提升 天使V2到底是有什麼提升 會跳的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沒啥提升 就這樣 完全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兔子比較熱門 因為兔子至少提升比較多 感覺熱比較大 這裡是在哪啊 我有點忘了 你等一下走出去就知道了 鷹陀螺的兒子 這個是要打海獸是不是 沒有啊 打天使 我要揍你是不是 我先跑了 來啊 羅馬進技場 come on 就是 這裡 雞 雞 雞 大家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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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哪有人一直空戰 臭傢伙 不停 而且我都沒來接combo 有 媽 他如果有過的話會有什麼樣子嗎 你要回去還任務 我回去看看好了 先生你好 然後還沒有結束阿 不是我被殺吧 阿 感謝你的一萬 一萬 一萬相機 阿修不要講 然後再給兩百萬 OK 有耶 現在算V3了嗎 沒錯 V3了 你有T了吧 看一下你下面有沒有5 有 天堂之血 這個效果呢 是增加一點點的防禦 然後會回血 開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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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回血的 的那個 條 感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20% 對好像只有四分之一 然後那個 回血的效果就沒有那麼的卓越 你覺得這小天使拿來去跟人家PVP 有用嗎 有用阿 反正 對方開V4你就躲就好了 好 抓掉 OK 你先給我下去 嘿嘿嘿 小佛奧不要來亂 氣死我 這是戰力差 不要一直來亂阿 小佛奧 天使有威壓的時候就不要過去了 阿他那個威壓怎麼持續這麼久阿 他是可以關掉再開嗎 持續效果阿 這個人 這個人 別傷害無辜 這個人 嘿嘿 剛剛我明明有傷害他的後續 可是他人卻消失了 可是他人卻消失了 有 抓掉 七千 他怎麼就一百七十五萬阿 喔這位喔 L E N O 這樣看起來很像我們在欺負人耶 其實我覺得天使的T 他的應用程度沒有比魚人還來的好用 因為我覺得魚人是真的太強了 90%的減免剛好在一波combo的狀態下 你是可以扛的 至少你在面對一些高賞金的狀態下 你開T招還是可以活下來 天堂之血的這一招呢 只能趕快回復大約20%血量 可是如果瞬間輸太高的話 你回血量可能又會補不及 那剛剛殭屍豬說 還會補一些些的防禦 也不知道他的一些些的防禦 到底是可以補多少 就是能造成的減免傷害有多少% 這我是不知道 可能要再去做測試 V4的話要等到下一支影片了 因為 這一個滿月呢 這要找人一起再去刷那個伺服器 還有 如果滿月雪兔決定去覺醒我們的天使V4的話 就要放棄九尾狐島的那一個武器了 目前就只差他了 然後我也沒想到V3這一件事情是如此的快速就可以解決 照這樣子看來 當初人類 欸我人類有V3嗎 沒有啊你就解於人啊 為什麼我當初人類不解V3啊 問你啊 應該要的才對 如果有什麼任何關於天使族 這一個族群的種族特性 異或者是一些優勢點 還有傷害數值呢 有想要補充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雪兔講一下 你們的留言雪兔都有看到 那當然把這個V4上去之後 就可以好好的來去用賓果 我這一套combo來獵賞看看啊 這個combo呢我會再練得更熟一些些啊 好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